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任何的执着贪恋 就是不理解色即是空啊 你想想看你们生出来之后 空即是色了吧 来到人间什么都没有 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没有衣服 连父母亲都是临时到了人间 才借来的一切都是属空的 所以空又变成了你很多的亲戚啊 朋友啊亲情啊 还有你的工作岗位啊 一切又变成空即是色 又变成了色 所以执着贪恋 在你的心中会变成虚幻空无 要懂得在这个世界上变 它是常理啊 你们想想看一个人不变 那是不正常的 如果一个小孩子只有一米 二十几年过去了 还是一米 你说是不是怪了 如果一个人 几十年下来都不老 你想想看 几十年下来他都不老 但是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还是这个样 是不是就怪了 所以在世界上几乎没有永恒的 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永恒存在的 永远存在的 那不可能的 你永远要承受 承住坏空的这个苦恼 所以变来变去的无常现象 就是无常 我们人变过来变过去 今天跟他好了 明天跟他不好 跟他不好一个阶段 过一段时间又跟他好了 有的时候父母亲跟孩子的感情也是的 这一段时间两个人特别的好 再过一段时间两个人又闹 闹了之后又一段时间又好了 这就是缘分的契合 契合什么呢 契合无常的道理啊 因为他都是会变的 所以一个人看不破 他以为这个孩子对我这样 永远不会变了 永远他恨爸爸恨妈妈 不可能的 任何父母亲之间都是这样 总有合和分的事情 所以师父 跟大家曾经讲过 这三国演义里面 第一句话就是分久必合 和久必分啊 其实讲的就是八卦的道理 阴阳五行啊 和久了一定会分 分久了必定会和 所以我们永恨的事情既然不存在 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执着呢 你想想看 朋友变成了最后不是朋友了 亲戚 亲人变成了仇人 多不知话 今世的是夫妻 下一辈子 不知道 是什么 今天没朋友 明天又拥有了朋友 辛苦赚来的钱 花光了 晚上被人家抢走了 今生你拥有的 下辈子都会失去 这辈子没有的 说不定下辈子又有了 这就是轮回 这就叫无常世界 你进入这个世界 你就是进入无常了 所以你要懂得 有一个宇宙意识 在自己的心中 什么叫宇宙意识 就是看得远 就是看得穿 离开地球看地球 只是个圆的在转 你在地球当中 你根本看不见 它是个圆的 你在家庭当中 天天会争吵 只有当你离开一段时间 你才知道 争吵的真正的原因 所以我们要懂得 去接受变化 和接受你生命的无常 犹如生命在跟我们玩 捉迷藏一样 今天能够有救了 明天 医生说你没救了 过几天医生说你没救了 然而你念了经之后 你又有救了 其实这一切都是属于无常 你要寻找真的 真正的就是我们的精神和灵魂 要放弃假的 那就是我们的肉身 和我们所拥有的 暂时拥有人间的 像梦幻泡影般的物质 所以得到的庆幸 失去的失落 这些全部都是无常的 为什么要去失落 为什么要去庆幸呢 这就是学佛高僧大德 他们拥有的高贵的品质 那是庐庐不动也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 不要用那种不好的心态 去看待人生 因为人生会转变 因为人生的德与诗 都是暂时的 因为人生出来 就是一个人孤独而来 走的时候也是孤独而去 所以既然这样 何来孤独啊 你本来就是一个人来 你走还是一个人走 你没有什么孤独的 你没有失去什么 也没有得到什么 所以失落的人 没有什么失落的 只是你自己感受到失落而已 随便找个人聊天 马上你就不失落了 你看看 有些人就会调节心态 知道人来越匆匆 去越匆匆 须知宇宙无量众生 无量的众生 积佛呀 你们想想看哪一个人没良心 只是很多的人良心 人家说被污染了 所以看不到自己的良心 所以我们要与佛同在 你跟菩萨 佛在一起 你何言得失孤独啊 我们天天跪在菩萨面前 喝头 请安 就不要保佑我们 我们何来的孤独啊 所以在世界上 孤独 痛心 忧虑 悲欢 离合 得失 这是犹如一串 大小的幻想而已 就是气泡 开心破灭了 明破灭了 力一会儿又没了 痛苦哭完了又没了 开心完了又结束 这个一切梦幻泡影 很快的在你命根当中就消失了 所以真正的能够了解和理解的 知如此 唯有大圆满的智慧 所以大圆满的智慧 那就是佛的智慧 菩萨的智慧 你才能战胜人间的颠倒梦想 好 今天呢 跟大家讲 五着恶事 五着 大家都知道末法时期五着恶事 那么有五种恶 五种着 首先第一个着叫 结着 结我们经常讲 结难了 着就是污着了 结着 在这个世界上 实际上 你今天 讲 结束难逃 你今天 三六九 那么人家就讲了 三六九 你结束难逃 你四十九岁了 三十九了 二十九了 你就会有结 那么结束难逃 再结难逃 这个就是 我们说 结着的结字 实际上 就是这个结难 这个结难呢 用佛法的高僧的佛理来解释 就是 时间和空间的综合 你想想看 结是不是有时间概念呢 你几岁 有结了 你过不去 明年 你再这样 身体不好下去 你一定会动手术 是不是一个结 那么就是 结难 那个结难 是不是有时间呢 有的 时间 那么空间呢 就是 你现在所处的环境 如果你今天 处在 五个人都抽烟的当中 而你自己不抽烟 你这个空间 造成了你 一定会得肺炎 因为五个人的二手烟 你都在抽 都在吸进去 所以时间和空间造成了这个结 在佛法里边 把这个结解释得非常清楚 这个结束 就是 讲给我们听 时空的观念 你这个时候未到 我们说 不是不报 时间未到 今天到了 你结束了 时间到了 你逃得过初一 逃不过十五 这就是师父告诉你们 时间和空间的概念 为什么你不能解脱 你这个苦难 你求了菩萨半天了 为什么到今天 还没有结束 因为你时间没到 因为你拜佛的空间 就是心里面的空间 还没有完全清洁 干净 所以你就不能解脱 为什么我不能正道 因为时空 让你正不了道 所以这个结 就是 结着 就是 结难的结 很多人 在时间空间当中 很难躲过 所以很多人 为什么这么怕 一到自己的 业障来了 吓得不得了 是真的呀 怎么不吓 你告诉我 怎么会不吓 来的时候 躲都躲不过去啊 想讲话 就讲出事情出来了 做到事情 明明平时是对的 今天就出事了 哎呀 怎么搞的 我为什么这么糊涂啊 因为 你进入了 时间空间的 结难当中 结着 那么第二个叫 见着 见就是 见地的错误 见地是什么 见解呀 你了解的错误啊 你们想想 人做错很多事情 是不是很多时候 因为你理解错误 所以你在判断错误 说出来错误的话 想出来错误的思维 到了最后 做出来错误的行为 所以很多人 因为 见地的错误 所以他不能成佛 你理解错误啊 你以为佛法是这样的吗 你以为佛法是那样的吗 你以为你自己 已经理解了佛法了吗 这个一切 这个一切 见地的错误 所以造成了你 见着 着就是 不好污染 你看到的东西 不是事实了 见着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打坐 觉得 哎呀 气买通了 哎呀 很舒服 哎哟 我已经到哪里了 我的穴位和穴道都打通了 你见到了 觉得自己打通了 你见到了 拙 错了 所以这样的话 实际上 你没有真正的开悟 你只是感觉上开悟了 实际上 你间接的理解了错误 你以为看到菩萨 你就修成了 你就有果位了 那你见着 见到的 见地的错误 所以很多人 你看他 他觉得他自己功夫很深 不讲话 在边上 凝神 病气 边上人一看 哇 功夫好深 你看看师父碰到很多这种高人 师父还是笑嘻嘻地跟他们讲 但是他们凝神病气的 好像在跟师父在戏场运作一样的 师父还是笑嘻嘻 结果他就知道了 实际上不是你的险话 不是你的见解的理解 你认为对的就是对的 有的人修到了头上放豪光 就是有一点点谈诚了 他也不能算是成佛了 我们很多的学佛的高僧大德 曾经跟我们都讲过 就是你头顶有光 修到头顶有光 游为幻了 还是幻觉了 不是真实的了 就是你云生足下 未为先 不一定是神仙 所以有的人走路的时候 人家看见他脚下 好像有雾气 好像有云彩一样 不一定就是先人 所以见着 就是你理解的不一定是对 见地不对 那么第三呢 叫烦恼着 烦恼着 大家知道 烦恼 能够看破烦恼的人 就知道佛法对烦恼的理解 因为烦恼本空 烦恼是空的 所以很多人很傻的呀 哎呀 烦了 痛苦啊 难受啊 一个月之后 一个礼拜之后 两天之后 三天之后 你还烦吗 烦的时候 眉毛皱起来了 难受了 给人家脸看了 就是想不通了 过两天 想通了 你好 自己想想 我怎么搞的 一会儿这样 一会儿那样 因为你想通了 你想不通啊 因为你有烦恼着呀 你的烦恼的污浊之气 在你的身上啊 你脱离不了呀 所以烦恼 用师父跟你们讲的话说 你自己在骗自己呀 你自己在吓自己呀 哎呀 这事情下去怎么办了 哎呀 这事情怎么办了 就是烦恼啊 你自己在骗自己 自己在吓自己呀 我烦死了 有什么好烦的 啊 你要是有菩萨保佑 你烦什么 你要是有菩萨的智慧 你烦什么 车道 山前必有路啊 船道 桥头 智慧直啊 有智慧的人 烦恼不能成为他的一种污浊 没有智慧的人 碰到烦恼 就被他污浊了 所以世界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啊 想想我们小的时候有多少烦恼啊 就是跨不过去 为什么现在想起来多么的可笑 多么的愚痴啊 你们现在回忆起你们过去是不是很愚痴啊 你们是不是觉得很傻呀 还觉得自己要面子 第四 众生着 众生是什么 就是人群 众生就是社会 你在众生当中污浊了 也就是说 你在人的面前死要面子 你就污浊了 你不肯承认自己的缺点 你就受到污浊了 你因为别人众生人多 你就拼命的要抓住一些利益 要留住一些好的 认为对自己好的利益和欲望 这样你就进入了众生着了 很多人在个人面前 可以讲自己不好 只要人一多 马上否认死要面子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学博的人 一定要克服众生着 实际上就是 不能死要面子 所以我们欲望 不能把它留在心中 因为有欲望的人 你只要有人在边上 有众生在边上 你就想抓住他 就想让自己留下一个最美好的印象 举个简单例子 开一个party 很多人就是想跟人家不一样 穿得跟人家不一样 走进去讲话要跟人家不一样 想找一个方法来吸引人家的注意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实在别人不注意了 有意的把酒杯打碎了 等等你们在电影里都看过 他是犯了众生作 我们要懂得 我们要懂得 众生 不管说什么事情 你要记住 时代在变 我们人的性格也在变 这个世界没有不变 你不要因为社会的变化 众生的变化 而自己的内心起的变化 有一个好朋友好久不见了 人家一问他 哎呀他已经走了 其实运程常变 无常千遇 就是无常让你迁 就是移走你的欲 就是去欲了 欲了 汲流不息了 所以无常永远在我们身边 我们不要 不去重视他 一般的凡夫属子众生 他不知道 环境的变化 并不能使你得到什么 你的命运的变化 实际上就是你业力的变化 因为你造业了 你的命就变化了 因为你太注重了 你的面子了 你就进入了 你的业力 你如果懂得 这个世界一切都无常 今天拥有的 明天会失去 这样你理解了命运真实的含义 你得到的感觉就不一样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 有的人有财 无命 就是有财产的 这个人钱很多 但是没这个命 有的人有命 就无财 所以我们经常说 很多人说 师父啊 你帮我算算看 我说你不要来找我算命 你有你的命 你自己的命 你完全自己能控制好 你读书读得好 一定能毕业 而且这个世界上 很多东西 它不会给你圆满的 就是给你不停的考验 这也是无常的一种 很多人读书读得好 但是他不一定发财啊 有的人财发得多 但是他不一定学问很好啊 有的人 他比你长得好看 你很羡慕他 但是他命比你苦啊 为什么 因为他好看受到折磨啊 所以你比他长得丑 可能你钱还比他多几分呢 这个世界一切都是无常的呀 一切不会让你完全觉得圆满 所以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完全的阴阳平衡 如果阴阳完全平衡 就不存在 这个阴晴圆缺了 这个世界 所以个人有个人的命 个人有个人的福 不要去献人 莫献人 不要去羡慕别人 所以要除掉烦恼 应该拥有 应该拥有无我 今天这个众生卓师父给大家稍微讲了多了一点 应该无我 人怎么样除了烦恼 真正做到无我 就是脑子里就想着别人 你就空了 你脑子里都是想着别人 你一定不会烦恼 你只要想到我怎么办 我没面子了 我丢人了 我应该怎么样 我为什么还没有得到 我为什么还没拿到 你就有烦恼了 为什么我做了这么多 还是他比我好 不要羡慕人家 不要去嫉妒别人 你的智慧就会长 你心中只有想着别人 希望别人好 你这个人就能学佛 学到心肠好 所以很多人 为什么他的境界高 他经常觉得自己苦一点没关系 大家好就好了 这个才叫学佛啊 我多付出一点 只要让大家开心就好了 但是很多人就想不通这一点呢 为什么这样啊 为什么凭什么我要多一点啊 多付出一点呢 那么你慢慢的就编织了 你内心的妄想和空患 你这样的话 在你的心中 就是矛盾构成了妄想 因为你对这件事情的不理解 让你产生了无名 无名会产生妄想 我喜欢看脾俩 非常感谢 我们下訴 天雄 优 vous է 到